我覺得你真的很英明 幸好上星期你將議程平時開會到星期四十八點 一切一斬就斬到開到一點 否則今天建制派都沒有機會就著這個七一的議題 大表怎樣愛國法 回歸二十年經濟發展、民生發展又超標又成這樣 他那份報告,剛才我聽了柯創勝議員說 那份報告比梁振英更厲害,最近出給自己的成績表 真的很厲害,成績表是老師給的,原來不是的 成績表是自己給的,喜歡給多少分 都得當然是給自己滿分 今天我們很感謝尹兆堅議員雖然不在席 提出這個正視七一遊行市民的訴求 剛才李國倫議員已經覆述了我們 從2003年到今年我們一些不同的訴求 2003年我相信其實本來大家都想著七一是放假的 我有個好朋友是七一生日的 所以以前就是6月30日一路慶祝到這個七一 現在當然慶祝就沒那麼晚了,早點回家 因為七一一早就要預備擺街,當也是預備遊行 我們都很希望七一有一個真正的機會可以放假 但不好意思,我們真的看到香港有問題 我們亦都提出,我們不是說抹黑一國兩制 但是不正視一國兩制出現了問題 是本身自己也是一個問題 我們今次的七一遊行就是有兩個的題目 一個就是釋放劉曉波 另外一個就是要徹查梁振英UGL事件 釋放劉曉波,那你不正視嗎?劉曉波真的在坐牢 現在不過是保外就醫而已 他現在還未被放出來 現在他還在醫病而已 他不是一個自由身 大家要明白劉曉波零白憲章的內容是什麼? 他說的是一些中國憲法已經保障了大家的人權 他寫完出來,無端端就要被判監 還沒坐完就已經身患重病 現在保外就醫 其實是什麼原因呢?主席 其實我們想還劉曉波一個公道而已 說一些本來憲法 中國憲法保障了的人權 他都會被拘捕 泱泱大國居然會派一個劉曉波的一支筆 我不明白,主席 我本來今天寫了很多 講關於一國兩制走樣 我們覺得是怎樣 希望可以令到它更加好 但是似乎我們看到 就是建制派的同事不面對現實 一隻手打不響的主席 我們真的想大家一起正視 有時候問題 不只是不要經常說我們政治化 我很記得余若薇 我們的創黨黨魁說過一句說話 我們呼吸的一口空氣 都跟政治有關 這個就是事實 我們就是活在這個地方 我們不能逃避 你要假裝睡覺沒辦法 我一輩子都叫你不醒 我祝你睡得很好 是真睡,不要假睡 因為假睡永遠都不會救 永遠都不是真實的睡眠 你是沒有補充到自己的力量 我們作為香港人 這個是我們的家 我們希望它變得更加好 你以為7.1 誰不想放假? 你以為真的很有空嗎? 但我們為什麼要上街? 為什麼有這麼多市民 冒著這麼熱的天氣都要上街? 就是因為希望香港變得更好 我們的訴求是沒有辦法去得到肯聽話的特首那裡 你想想梁振英上場 我很記得他第一天 我們就和他上場 Time Magazine時代雜誌 那個封面就是問 我們可不可以相信這個人 五年就是證明了我們絕不能相信這個人 而現在我們看到 林鄭月娥快要上場了 我們也再一次問 問自己 可能很多香港人都在問自己 究竟我們可不可以相信這個人 有很多人說他是CY2.0 暫時來說 我很希望他能夠帶給香港一個新的局面 我們當然仍然會親一上街 因為我們的訴求 是未被真正聆聽 也未解決 我只是在說查梁振英UGL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做生意的 他也有留意香港的政治 他只是說 你有機會就告訴林鄭 林鄭如果想做的話 就一定要搞定梁振英UGL這件事 不是梁振英死 還是林鄭月娥死 做不長 不是死的死 是做不長 這個就是告訴大家 其實一直有人想扯林鄭後腿 林鄭被人拉後腿的話 他想做長都難 大家看看回歸這麼久 我們的特首沒有一個是做得完的 叫做梁振做得完 不過也做不完兩屆呢 我想問一下建制派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愛香港的 但有些事實 我們是真的有退步的 我們為什麼不面對現實呢 好像我不想說哪個黨 但建制派有黨的 本來都是爭零七零八真普選的 回歸 回歸之後 九七回歸的時候 黨綱都是這樣寫的 但之後就一路退 今天還告訴大家 我也很想有雙普選 不過你不接受而已 大家要談 要說 要砌 你的雙普選一路退 到現在影都不見 我也不知道你在說哪個雙普選 遲些又退 我答應了你 我也不知道去了哪 不如三口六面講清楚 你現在連連份都沒有 那怎麼辦 香港人其實已經 英文說得很 其實香港人是很乖 香港人是很面對現實的 看到難關 大家一起捱過 無論那個是沙士 無論那個是樓屎嵗 無論那個是股市嵗 我們捱過一關又一關 但如果我們看到香港 是有結構性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發聲呢 我們看到那個 我們已經看到一大堆 那些很不行的局長 繼續有得留任 我不是說不行的 我知道他走了 但是原來一個正傳做副局的那個 嚇死你了主席 現在是什麼 輸了選舉不要緊 我在這裡跌倒 我要在更高更遠的地方站起來 這個就是變了政治生態 你想想還有 劉光華局長也是一樣 輸了選舉又可以當局長 現在還連任了 多厲害 香港不是這樣的 香港是有規有舉的 香港是說用人為財 現在不知道為什麼香港變成這樣 七一上街 我們希望香港可以撥亂反正 但是同一個時候 不要再搞鬥爭 不要再搞撕裂了 我很希望有機會 跟建制派議員 就著共同的議題 大家一起去爭取 不是永遠都是互相對罵 希望大家一起愛香港 一起可以進步 本人僅此陳詞